兄姐妹早晨 我和大家思想十屆第三讲就是安息日 安息日大家很熟悉 我们每个主日都来去敬拜上帝 有人问为什么不是在星期六而又在星期日呢 我们知道犹太人是用星期六就是第七日 作为他们安息日 但今天我们用主日就是耶稣復活的日 去敬拜上帝 这个意义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就在今天和大家思考 原来安息日的意义 和今天我们守安息日的意义 深层意义是什么 刚才姐妹已经读了 《猜及记》二十章八到十一节 我不再重复了 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 就是有一句说话 犹太人是很着急的 就说在这一天里面 《无论何功都不可作》 就是第十节 这个就成为了犹太人很重要的遵守 《无论何功都不可作》 结果呢 在他们遵守安息的时候 就要解释 什么叫做工作 去到什么程度 才不可以做 他们的核心 看的核心 就是工作 当我们看回《猜及记》 摩西在西乃山颁布的时候 以色列人是从埃及出来 而安息日对于以色列人来说 那个重点就是工作 周围奴隶 在埃及是没有休息的 由早上到晚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 直到死为止 所以工作对于遗牢的身份 是一种困索 不是享受 是一种就座 是无尽 是一种的 是没完没了 是很生怒 现在 竟然间 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他恢复了一个新的身份 就是上帝子民的身份 上帝子民的身份 对工作有一个重心的看法 就是工作不是一种奴役 在工作里面是可以休息的 是可以有一段时间 是让他们去面对上帝的 敬拜神的 所以这个安息日里面 就是要被以色列人看到 是一个身份改变 以至在他们生活上 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就是从遗牢成为上帝儿女 好了 以犹太人可以理解这个 他说第七日是当初安息日 是儿女薄皮生畜 成立寄居客女 无论何功夫不作 也不是包括人 包括生畜 留在那天不耕田 那些狗会不会开门口呢 我不知道 总之在这天里面 是将这天奉献出来 但是不做事 是否最好的去遵守安息日呢 于是犹太人去解释工作 就有三百多条例去解释 就是什么叫做工作呢 要做到什么呢 举个例子 例如在安息日不可以担 即是不可以担台 于是说不可以担台 什么是担台呢 那就解释了 副创等等 那担多重呢 那又去研究了 最后在这个律法上 就是在安息日 你不可以担 或者搬或担多个 两个无花果的重量 就是一个无花果可以 两个就不行了 就触犯法律 这些这么细节 就是他们的律法师 为了不要触犯了这个律法 于是定义很多 那还有安息日 不可以做事 包括手的动作 于是在现代的犹太人里面 在安息日里面 你按个电梯 算不算做事呢 于是现代的律法师就说 原来你用手去进行动作 这个动作是会影响你的行动 都是工作 于是在安息日那天 你就去到大厦 你就不能够按电梯 我上哪一层 下哪一层 于是犹太人的住宅 就是在安息日那天 那个电梯就自动层层停的 如果三十八层楼 你住三十八楼 你也有时间上去 因为你是不可以按 还有安息日 还包括不可以煮食 不可以吃 那煮食包括什么呢 就包括点火 于是厨房不可以点火 那我烟仔 有些犹太人是很大烟饮 就是雪茄 那雪茄不可以点火 很辛苦 于是他们就有这个方法 就是安息日里面 就是他们将一支烟仔 在熄灭之前 就是在熄灭之前 就点了另一支 就一支薄一支 总之呢 他整个的律法 我们就会发现 如果用我们中文说 就是走火入魔 就是这个地步 这个已经不是律法的精神 但十一节他说 他六日之内 要做天、地、海 以及其中的万物 第七片安息 他说上帝都安息了 那你算是什么 你不安息 所以耶和赐福 比安息日 定为圣日 你什么都不能做 那你什么都不能做 那你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呢 《生命记》呢 就将这节圣经 基本上都是重复的 都是什么工作都不能做 但是《生命记》呢 它多了第十五节 他就说 你的纪念 你在埃及地 作个奴博 耶和华里神 用大能的手 和伸出来的傍备 将你从那里领出来 所以耶和华里神 奔赴你受安息日 这个意义就增加了 那意义是什么呢 就让他们看到 今天的安息日 最主要就是他们身份的改变 不再奴随了 而这一天里面是纪念 要说的拯救 还有纪念就是他们要在上帝里面得到安息 而这个安息 待会我们在后面 希伯来需要解释 就不是什么都不能做 而是一个信心 安稳在上帝面前 倚靠上帝 这个意思 因此 由生命记 提醒他们身份的改变 这个身份改变 之所以有安息 就是倚靠上帝 在那天不去做事 不靠自己 就进入一个立约的意义了 在以西结书二十章十二节 那里说 把我安息日赐给他们 好在我与他们中间 为证据 使他们知道我 耶和华是叫他们成圣的 所以这个安息日 是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 爱帮人母 他们不知道什么叫休息 他们不知道天地上帝所做 他们不知道上帝在第七日里面 他们知道他们的工作 其实上帝不是不做事 上帝是做事 上帝在第七日是做事 是耶稣说的 我负作事到如今 做什么呢 我们去到耶稣那里 我们再去说 创世的第二章 就说到休息 这个意思 大家很明显 以赛书再提升安息的意义 五十八章十三到十四节 以赛书提升的意义 他说安息日不是单单做不做事 不是单单从工作的观念去看 而是从什么呢 是从上帝的关系 从立约 他说你约在安息日 謹慎你脚步 在我圣日 不以操作为喜乐 清安息日为可喜乐的 清耀和话的圣日为可尊重的 那是尊重上帝 已经慢慢脱离工作的意义了 而且尊敬这日 不办自己的私事 不除自己的私意 是整个生活的 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一个生活 在这一天是分别的 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默想主 与神同行 我们在六天的工作很新劳 因为我们的时间被人买了 我们要进世上的责任做很多的事情 而在第七天里 我们将这一天分别为圣 归给神 所以我时时劝弟姐妹 就算我们旅行 有时跨过主日 我们都要在那一天里 要抽时间出来 去敬拜我们主 上帝喜欢在这一天里 普天下的人一起纪念他 上帝的命得着荣耀 魔鬼就得着羞辱 因为这一天 这一天已经不是单纯 做事和不做事 是我们整个生 我们整个生活 我们整个思维 回到上帝那里 这个就是以赛亚书 所以提升这个安息的意义 十四节的话 你就以耶和华为乐 耶和华要使你成家地的高柱 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 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这里就提到一个回报的问题 就是说当我们以耶和华为乐 这一天是分别为盛 我们不去担心我们工作 不去担心我们的钱在这一天里面 损失多少 不去担心那个经济活动得或失 这一天就是说 以你祖雅各产业养育你 就是上帝说你不用担心 神会看顾你 生活上神会看顾你 这个就发展了 你未记得有关安息年和希年的意义 所以这个意义是很深远的 我们继续再看下去 新药耶稣基督如何来看安息日 马尔福音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八节 耶稣当安息日从墨地经过 使他门徒行路的时候陷了墨水 百里塞人对耶稣说 看下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作不可作的事 耶稣对他们说 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 缺乏饥饿之事所作的事 你们没有念过吗? 他当阿比阿他作大祭司时候 怎样尽了神的殿 吃了陈切饼 又及跟从他的人吃 这饼除了祭司以外 人都不可吃 又对他们说 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 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这段经文说到 门徒在安息日经过墨地 拿了墨子 撕出来去吃 犹太人把安息日看成工作 做不做事 已经去到走火入魔 做多少 撕多少 手指移动多少 都是工作 都触犯安息日 整个安息日的律法 整个安息日的律法 成为了一种很严酷的 是去捆锁人的 但他没有看到人的真正需要 所以说 门徒为什么要在安息日 去到墨地 拿墨水来吃 其实追随耶稣 真的没有什么好吃 耶稣不富有 耶稣带着那些门徒 在世上 其实很困苦 那些门徒是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吃的 没有东西吃的 那个地方很肚饿 以至在墨地 拿那些墨水 撕出来吃那些少少的 还没有成熟的 那些质物 用来冲击 但是法利塞人没有看到他们的需要 他们只看到他们的做事 耶稣在反驳整个事情里面 其实耶稣要给我们看到 最后一节 是说安息日为人设立 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 整个观念就是说 安息日是为人的好处 不是用安息日去捆绑人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那就是说成安息日 就是废除了 不去遵守 不是 耶稣就提出一个更直接的 就是说 在安息日是可以做好事 积极的 因为犹太人跟他辩论 他说 耶稣说上帝 在第七日安息什么都不做 耶稣说不是 他说我负作事到如今 我负作事到如今 就是说你不要用工作做不做事 来看安息日 那跟着 耶稣说到 他是人之安息日的主 安息为人而切 那跟上帝不做事 在第七日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先要解决 蒼西基 上帝做了六日的工 第七日就揭了他受的工 上帝做不做事呢 做事的 做什么 上帝在第七日 享受他所创造 上帝在第七日 并没有在第七日停止 所有关灯 全部 这个世界不管了 全部 上帝仍然在维持 祝福 他所创造的事 不允许 在第七日被破坏 不允许 罪恶在这一日里面 来破坏 他六日所做的 所以有看守 有赐福 有同行 有欣赏 所以你不能说 上帝在第七日就睡觉了 关灯了 什么都不做了 不是 所以耶稣说 祂是我父作事如到如今 仍在作事 祂所说的是安息日 祂是我父 现在都在做着 干顾着你们 学着大忌 祝福着每分一秒 你怎能说上帝不做事呢 因为安息日不做事 是为人身份的改变 在世上的人 他看不到自己身份的尊贵 所以他拼命做事 在世上的人他没有信心 接着手停口停 不做事就没有饭吃 整个生命就被工作奴役 但今天作为上帝的仪女 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最终极 不是因为我工作而赚取金钱 赚取食物而养活自己 不是 而是我们的父 养活我们 安息日 安息日就让我们正下来思考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所提出来的 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立 人不是为安息日切留 做不做事 那不是最重要 我们可以去做积极的 是永远上帝的 正如上帝去维持 保养互食 防止撒旦的破坏 保护他所做 欣赏他所做 上帝在这一天 在等候他所创造的 诸天万有 将永远归给他 赞给他 所以主日我们尝试是最合议 敬拜主是最合议 做了六日工作 难道第七日我们都省回 不去敬拜 忙忙忙忙忙做厨房的事 搞小孩搞小孩 搞小孩 在第七日里面 还在想着 我怎样 明天股市开了 我怎样来赚钱 我怎样来预备工作 安息日 是为人设立 给我们生命静法 给我们重生的在神面前 去依靠我们的主 不要那么依靠我们的能力 然后耶稣就说 他是人子 也是安息日的主 今天 我们在主日 去敬拜耶稣基督 敬拜上帝 是安息的主 所以 到了早期的教会 安息的意义 已经从工作 单单工作的观念 就提升到 归耶和为圣 敬拜我们的主 在这一日 我们不工作 不是冷淡 而是我相信 我们上帝 我们的主 会照顾养活我们 世上所有的 是神所给的 所以从这一点 我们就进入 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说 安息日 其实很多时候 不容易解释 因为他是比较深的 他跟信心 就绵结了一个关系 希伯来书第四节 他怎么说呢 他说 论到第七日 有一句说 到第七日 神就揭了他一切的功 又有一句说 他们断不可 进入我的安息 既有必进安息的日 那先前听见福音的 因为不信从 不得进去 所以过了多年 就在大位的书上 又限定一日 如以上所引的说 你们今天 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生 大家读这段经文 不知道有没有困难 首先就是 第四节 讲到上帝揭了一齐功 但接着第五节 就提到 断多转量安息 有什么关系呢 第七日 上帝停了 不做他 停了他的工作 还有第五节 不能够进入安息 有什么关系呢 接着第六节 他说 既有必进安息的 那先前听见福音的 因为不信从 不得进去 原来进安息 是因为信心的缘故 又好像跟工作无关 我们先去分析这个经文 很简单的解释 第七日 就提到上帝 第七日 神就揭替他一切的工作 这里是代表上帝 整个创造的计划 上帝由第一日到第六日 做了他所有的事 然后都是好的 因为都是好的 所以上帝在第七日 是很安心 他欣赏他所成就的工作 他的运作就好像 当时你做了一部车 你做了一部车 就是一部车 很好的 他会自动走的 你要看他去运作 很有信心去运作 上帝揭了一切的工作 因为他所做的都是好 整个宇宙在温排底下 非常美好 而上帝在这一日里面 就是因为他所做的 上帝对他所做的事 很有信心 因此上帝就在一个安息里面 不知道大家明白这意思 就是当你做了一件事 你很安心 你就不再担心了 你就真是心灵安稳 但你做得不好的时候 你就很担心了 就是你要考试 你读完书 你很有信心 那你去市场 你很安心了 不会乱乱乱 但你读得不好 昨晚又不知道搞什么 那你去市场 你的心不静 虽然现在不能再读 但你心不静 那样东西就是 上帝的安息 因为上帝对他所做的 安排的 事事美好 所以上帝享受他所做 上帝在这个安息的状态 就是上帝非常满意 然后作者他就带进来 他说他门断波进入我安息 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这个安息是想去应许 以色列人可以进入他们的 但以色列人去到上帝 就是为他预备的地方 比如加南美地才算 他们进入加南美地 但他们并没有带着信心 去相信上帝 去享受上帝为他预备的地方 结果在这个加南美地里面 他们要拜其他神 用很多方法来维护自己 因此第七节 过了很多年 在大卫书上有限领一天 就说你们今天要庆祷的话 就是硬弱心 硬弱心就是你不要再靠自己 你要真真正正去享受上帝给你安息 而这个安息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依靠上帝 因为第八到十一节 他说约书下已经叫他们享安息 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 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 为神的子民存留 因为那进入安息的 乃是揭了自己的功 正如神揭了他的功一样 所以我们无必揭力进入那安息 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 这些经文呢 我说不容易解释 因为他里面包含了很多的含义 约书下就叫他们得安息 约书下就叫他们得安息 约书下就叫他们不做事 不是叫他们就躺在这里 而是当上帝为他们预备了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们有朋友信心就在这里 是与主同行 在这里开始的生活 不要再想起以前埃及 不要再想起他们用什么方法 来做各样的事情 我曾经提过 他们在埃及的日子 是用水车 因为有尼罗河 他们用各种方法 因为埃及里面是很富庶的 他们是要倚靠人力去灌溉 但是进入加南美地 没得依靠 加南美地是山是谷 比埃及是差很远的 加南美地和埃及是没得比的 过去是这样 今天是这样 将来也是这样 因为尼罗河的自然灌溉 是令到他们很肥沃 他们是不需要担心 但是进入加南美地 他们是要看天 要上天降雨 并在山谷里面种植 很辛苦的 但是加南美地和埃及 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加南美地 带着上帝的应许 带着上帝的祝福 有上帝的同在 所以他们不是看环境 不是比较以前 而是看将来 因为有上帝的祝福 有上帝的同在 他们就很安心 就是在这里 心不再挂念 不再怀念以前 不再坍迹不安 因为现在加南美地 之所谓是流奶与蜜 不是真的有奶和蜜 是一个有上帝的同在 是上帝给这块地 是影响他 你听我的话 遵守个界明 我就使用这个地方去附足 并且使用这个羊 多到好像草羊 遍满全地 比埃及更好 他比埃及更好 不是因为他的地 比埃及更好 是因为他有上帝的英语 这个就是真的安息了 安息是什么 安息在上帝的英语里面 所以 约书亚当时跟他说 你来到这里 是神为你预备的 但是他们不安息 因为他们没有信心 他是进入安息的 是揭住自己的功 是不依靠自己的 是依靠上帝 然后希伯来说 我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 免得有人学那不信的样子 原来进入安息的意见 就是完全信靠上帝 依靠上帝 不信就是不相信上帝 以色列人的错就是 他进入加拿美帝 他们拜阿瑟 阿瑟 阿瑟就是管理气候的神 他拜巴力 就是一个生殖的神 他们发现 要靠这些东西 因为他们信不过 他们终日去想 如何来提升我们 如何去帮助我们 去求外面的东西 要求这些东西 结果不信离开了上帝 不得安息 我们今天守安息日 二二一一样 一日分别为食 我认识 无论如何也好 第七天,有些什麽的警戒 沒有任何的理由 阻止我們不到上帝的面前 放下世上更好 不再去想他的工作 因為我們相信上帝真正是我們的老闆 上帝真正是掌管他的工作 所以是安息日,我們一家人很開心 我們什麽都可以談 我們一家人來到上帝面前 今天我們不能夠來到實體崇拜 是有些可惜的 但在家裡一樣 我們一家人很安靜的 在網上去敬拜 將我們心底裏面的不開心的事 在上帝面前坦然地說出來 因為我們是需要盡入安息 而終於是信心,相信,神是我們生命的主 而舊約最後將這個安息和信心 就用安息年和希年來發揮臨尼尽致 那我不詳細說了 安息年大家知道是第七年 第七年土地要休養 所有的農業是更似的 不是說什麼都不做的 不是說安息年扔下他就有膚死 不是,是去保養著他 曉水、施肥、除草這些保養是會繼續的 不過不去積極耕種 還有他所生長的被視作為無主 無主的希伯羅文的意思就是 這個是不屬於你的 不屬於你的 是上帝賜給其他的人 所以其他人是可以去取的 那些旅客、外光人 或者那些弱勢群體甚至生畜 而不是你再作為他主人 是回歸給神、回歸給大戰 那安息年你是要信心的 六年的耕作 那第七年你沒有收入 憑什麼呢? 就是信心 你有信心 你這年你的心平氣和 看了上帝的供應 但你沒有信心你就擔心了 你就出古話 怎麼自己拿一些 怎麼來吃 那個就沒有信心 希臉就更厲害 七七四十九日 第四十九年是安息年 然後第五十年是希臉 連續兩年 地你只有保養它 但你不能夠生產給自己 而上帝怎麼說呢? 他會祝福他 所生產不單止足夠第四十九年 並且足夠第五十年 在這一年 勞勃要釋放 債務要清白 人完全回歸到原始的狀態 讓上帝為我們重新開始 很多恩怨情愁 一筆勾銷 重新開始 有什麼 我們不能夠放得下 安息就是我們要放得下 已經不是單工作 而是信心 所以安息年 安息年不是輪耕 那些人說 以色列很厲害 完全不是那個意義 安息年和希臉 就是一個最大的信心 重新回歸上帝 重新開始一個新的關係 人與人之間 人與朋友之間 人與社會之間 有什麼職員 有什麼困難 全部放下 這就是安息日 十大安息的意思 心得到安穩 因為上帝作為我們的主 重新起步 我們同心祈禱 親主,我們感謝你 因為在今天 你讓我們再重新 撤到安息和信心 所以我們承認 我們的信心實在有限 我們為著我們的事情憂慮 為著我們的兒女憂慮 甚至我們為著社會憂慮 原來在安息裡 我們可以回到主你的面前 一起在主你的掌管 我們安心敬拜 憑著信心進入主 讓我們安息 心中安穩 因為有主的同在 因為你是創造大地 你在第七天 你都揭下你的工作 因為你對你所創造的 是充滿信心 因為你知道你所做 都是美好 因此 求主給我們分享 你這個心情 能夠信心與主在一起 在安息裡 享受你給我們一切的美好 原來祝福眾人健康平安 也祝福加拿大這個國家 讓眾人明白主你是我們的主 歷史的主 生命的主 回歸於你 祈禱奉主名 謝謝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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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